王爷 这饭时虽是妾身所做 姚姐姐相送人 可这毒 绝不是我们所下 此餐盒从没经过旁人之手 连我想代劳都给丫魂拒绝 现在想起来 确实有点蹊跷 妾身自己便是做饭之人 坚守自盗岂不愚蠢 姚姐姐 更是在意外之下受我所托 更没有准备之机 没有准备不代表不能 你能担保自己 倒可以担保旁人吧 王妃俱俱咄咄逼人 指向妾身 妾身倒要问问王妃 我和郑大人无冤无仇 有什么理由杀她呢 包 启禀王爷 外面有人求见 她说自己是郑大人的家眷 带上来 是 王爷 我家老爷 我家老爷被奸人所害 死云费命 夫人你放心 本王一定会查出真相 还你一个公道 妾身知道是谁 姚夫 我家老爷效力你已久 你竟然要杀她灭口 你豪狠的心 大掌柜 你是谁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当然见我 当日我陪我家老爷 去朗月阁 送给你认罪书 难道你都忘了吗 什么认罪书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认罪书 王爷 不要听这疯婆胡说八道 王爷不要相信她 我没有胡说八道 当日 你是在卧房 与我们相见 认罪书 就放在梳妆台旁的柜子里 用红木匣子装着 我死也不会记错的 朗月阁 梳妆台旁边确实有一个柜子 若她没有去过的话 为何如此清楚呢 苏南春 在 王爷 去看看 是 苏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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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 是 苏公公公 认罪书 王爷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有人要陷害骑士 王爷 下官全力推行新政 舍妹怎么可能是大掌柜 求王爷明察 王爷 亲身甘予性命担保 绝非姚姐姐所为 舍妹近期重疾残身 若蒙受此等不白之冤 病情必然加重吧 王爷 暂将 沐海瑶禁足 此案 言查不待 老姐姐 老姐姐 这是我家主人给大人的遗信 请大人过目 海瑶的信 沐连仙虽然父母 却未有一日一时一刻恨之 恩爱三年 不负此生 凶弱连我 护之 助之 还要 王爷如此对你 你却还要我护之 助之 我也曾问过主人团昂的问题 主人说 我就是要让他 我就是要让他 赴我 惠我 每次一想到我 就悔恨我 必 这就是我沐海瑶 对他的惩罚 我恨王爷薄情 害死了主人 所以一直未将此信交给大人 却不想连累大人身负死罪 不行 绝对不行 唯有如此 才能让大掌柜觉得王爷大势已去 放心出手 这才是王爷 诱谱大掌柜的唯一机会 那也不行 小冠犯了如此大罪 若能全身而退 王爷今后如何负重 本王 让海瑶伤心一生 绝不能再有负于你 不有负于我 你却要为了我 负了整个巨粮吗 除了 我 ど 不能 王爷 可否陪下官喝两杯 王爷可否记得 你我第一次饮酒是何时啊